如果真的不幸發生醫美 糾紛的時候呢 你一定要跟診所要你的 然後再來呢 你也可以申請 讓你們可以跟診所 更直接面對面的溝通 診所也比較願意處理 因為我那女生朋友她非常怕痛 所以她就去做電波拉皮 有時候就跟醫師說 我超級怕痛 所以有沒有就是可以讓我 完全不會感受到痛感的方式 她就說好 那你就是用全身的舒眠嘛 麻醉 結果她用全身舒眠的麻醉呢 醫生開始施打的時候 施打沒多久 就聞到有一些 醫生趕快就停止嘛 她檢查發現是她背部的貼片脫落 導致她背部就是三度的灼傷 當然就告那個醫生嘛 原因就是在於說 如果今天採用全身的舒眠麻醉 其實你病人是感受不到任何疼痛 你有沒有辦法馬上回饋 給你的醫生知道你發生了什麼事情 所以在操作這種電波儀器的時候 其實他們儀器說明書上都會說 建議原則上是不要使用舒眠麻醉這個方式 所以這案件到後來也是可解掉的 會嗎 有時候我們在做一些手術 它是全麻的狀況 那你怎麼知道你昏睡之後 那個醫師是不是實際的那個 我覺得要做這種手術 尤其是要麻醉真的要非常小心 就是他一定是要有麻醉專科的證照 他才可以執行麻醉 就算是只有麻藥的指導護士 他也必須要有麻醉醫師在旁邊 全程在場 他進行協助才可以 我覺得要區分一下就是說 手術跟微整型 因為手術才有可能到全麻 但微整型通常不建議有麻醉 所以這個在做麻醉師 他也會跟你簽相關的統一書 你一定會先跟你的麻醉醫師先溝通 他也會問你說 你過去有沒有怎麼樣 你麻醉過有沒有什麼不良反應啊 他跟你溝通之後 你簽了這個統一書 確定他是麻醉醫生才可以做這樣手術 如果他完全沒有這樣的麻醉專科醫生 你怎麼敢跟他做手術 很多問題都是出在麻醉 之前我有朋友提醒我 如果是做全麻的 盡量還是要有人陪你去 然後在手術室外面等 對啊 如果是麻醉一定要有朋友陪同 所以可能不會馬上醒過來 是有辦法自己回家的 這個是很危險 如果真的不幸發生醫美 中分的時候 第一個你一定要跟診所要你的 所有的病歷紀錄 還有相關的統一書 然後再來呢 你也可以上衛生區 是申請醫療整理的調處 衛生區會介入 讓你們可以跟診所 更直接面對面的溝通 診所也比較願意處理 然後再來 最好就醫當天的狀況 是要有錄音錄影 或者是證人 因為有時候 他們會去 爭執手術 過程當中的一些問題 然後再來就是 你要把你狀況 覺得你哪邊失敗 像我可能就是淤欺納轟腫 我每天要去記錄 那不然他可能會說 這是你自己造成的 再來就是相關的證據要保存 然後再來就是 除了剛剛我們講的 請衛生區介入調處之外 明年其實有 醫療正義糾紛調節的辦法上入 其實以後所有的醫療糾紛 都會先進到調節這個程序 不會到直接去提到 過去是還蠻常就是 直接就提高過失傷害 或者相關的民事的賠償責任 但很多像醫美這種糾紛 大部分都還是私下和解居多 嗯 好 超級感謝 超級多受用的資訊 所以如果呢 你有碰到這種類型的狀況 要記得這些 Table來些自保 不然自己臉上動的東西 真的一失足成千古恆 那如果真的 遇到這種問題的話 都可以來諮詢律師 好 我們感謝消耗律師 那如果之後呢 也要有什麼感情的理財家庭 什麼指響等等問題 也記得鎖定我們剪輪套的節目啦 我們下次再見 掰掰 掰掰 那我朋友昨天問說 我可以在IG公開某個人的帳號嗎 因為我剛才有糾紛的想罵他 讓我朋友全都知道 我說 你這樣公布人家的IG 可能也會有違反不自罷的問題 他說我 好煩 他如果是公開帳號 也是 因為你是為了甩害他人的目的 可是人家有決定 不被你放出來的自由 所以其實那些罵我的網友 可以都去告他們就對了 當然啊 甘倫啊 好煩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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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煩喔